计划交易 知情合一 买卖规则 终于预测 欢迎来到全网最强信息居住平台Coinite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地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行情 昨天晚上的时候比特币最高冲到了37,991那个地方 到达到我们前些天一直说的38,000的阻力位 然后比特币就迅速的下跌 跌到2300多点 然后就反弹到26,800附近震荡 这种行情其实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 肯定是币安赵长鹏操的盘 因为昨晚比特币拉起来之后 以太网也拉起来了 但是下跌的时候 以太网没有那么深的回调 直接就站稳了2000点以上 现在在2115那个地方 我只想问赵长鹏 你还要不要点脸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比特币 用数据指标图来看的话 比特币目前在大通道与小通道之下 在看涨看跌分割线之上 超卖指数达到了8.25 用一小时图表对应8小时区间来看的话 今天白天大概率会走一个震荡向上的趋势 市场上昨天很多KR们都在喊空 昨天这波回调之后 依然还有很多人说 不要相信回调后的第一轮上涨 那比特币接下来会去往何处呢 还会不会继续突破3万8呢 到达更高点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Daniel 他昨天下午5点半的时候说 仍在等待更高的目标 我的团队不会做空 随后7点钟的时候他接着说 触及3万7NPOC完美的拒绝空头交易入场 请注意Coinbase上的3万7并未取出 这种模式通常会导致再次上涨 如果在比特币上做空 最好现在就锁定这次下跌的TPE 因为很有可能会有更高的价格 好相当于的话 昨天晚上8点钟 Daniel都提示大家 如果开了空单的话 在昨天8点钟那轮下跌最好就只赢 不然的话接下来就有可能再创新高 群体的小伙伴看了都表示很震惊是吧 然后昨晚10点钟的时候他接着说 现在在Coinbase上也有3万7的套现 我没有短线交易 下一个目标是4万 对我来说这是个漫长而寒冷的过程 对短线没有兴趣 所以昨晚11点钟的时候他接着说 自这些帖子发布以来已经抽水了1000美元 比特币现在处于轻松模式 在37800美元的价位上 我的观点保持不变 还没有做空 再等待更高的价格目标 多君要冷静 好这是Daniel的观点 相当于的话他一直在看多 其次的话就是他认为接下来还会创新高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提阿非罗 提大的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说 一个回踩 他挖的这个黄线就是前高 35750 相当于回踩了一下之前的前高就反弹了 用三角区间来看的话 还没有踩到三角区间的上美元线 所以他说 我打算同时看bybit的usct和usd的合约 U本位是对称三角 B本位是上升三角 只要还没跌回形态 也就是跌回对称三角和上升三角 那有可能还是区块链革命的甜蜜期 如果跌回就进入区块链骗局阶段了 向下插针测试了本交易日的开盘价 好这是提大的观点 相当于的话提大认为 如果跌到这个三角区间范围内的话 就有很多人会说比特币是骗局了 是吧 只要在这个三角区间上美元的话 那就是区块链革命哦 提大说这句话很幽默 这些天这种声音非常多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Jason 他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说 你们都在NPOC上有一定的分歧 如果我们输掉了比赛 就会出现真正的回测 是VWAP的真正更正 就相当于是前天那个交易计划 让大家在36,900去开空 止损的话放在37,300 大家还记得这一单吗 这一单如果损了 Jason认为会出现真正的回测 然后他昨晚10点钟的时候接着说 大家好 我没什么可说的 也没什么更新的 除了有风险的波头皮 短线比长线风险更大 这里没有好的设置 我们需要等待一个真正的高点出现 然后才能考虑真正的做空 此时此刻 除了快速波头皮 任何空头都在抓一把上升的刀 我只想放松一下 享受这种行情 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持有加密货币现货 所以我们都可以趁机会享受这波上涨 它终究会结束的 一个区间将开始形成 我们将回到平常的交易中 但今天不是平常的交易日 好 Daniel也有现货啊 我上周开始一直跟大家说 让大家埋伏山寨币现货是吧 昨天晚上那波回调 很多山寨币是抄底的好机会啊 但是时间对在我们亚洲的小伙伴太不友好了是吧 然后今天凌晨的时候他说 大家好 我们终于迎来了回调 这就是下跌途中的关键价位 我们将处于关键支撑位 NDPOC加VWAP 如果失手 我们预计会走更低 Jason化的第一个会回调到的支撑位是 36000到36100 昨天这个支撑跌破了是吧 下面一个支撑范围是35100到35300 如果按Jason这个交易计划来的话 在38000那个阻力为开空 开空到36200的话 有1800点利润哦 然后他说 潜在的短线回补SPS将再次做多 回测618加786点 看跌CB底或看跌MCB 相当于Jason的空单 是让大家在37360去开空哦 然后开多的地方是36000到36100那个地方 所以他说盒子已经开始反弹了 随后他更新了一下他的图表 还有他想法的最新视频哦 其实按现在的行情来说 即使在36000那个地方开多的话 目前也有900点利润了哦 昨天这根针差的真漂亮是吧 下方的支撑位依然是36000到36100 再下方是35100到35300 再下方34400 再下方是33900 然后NDPOC的地方在36975 现在的价格离那个地方很近哦 如果站稳这个价格之上的话 那就还有可能再去摸一下38000 好这是Jason的观点 整体来说的话 Jason手上是有现货的哦 并且他博洋白凤凰25500的多单还拿着呢 这两天我一直跟大家说回调上车 回调上车 有多少小伙伴上车了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Jason的观点 还有支撑阻力位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智哥 他昨天晚上9点半的时候说 关于现货有一句话说的很好 天际无法预测 季节可以赶支 短期一到两天的走势预测 可能会很难 但是某一年某一季 还是可以知道的 不要再问我 会不会回调 要不要卖 还是那句话 25年后货破新高 不满足其中一个条件 不用看他 不用管他 我理想的价格是15万U保底 再往上就是个问号了 就不好预测了 长期30万50万都有可能 所以别在乎短期可能会回撤 年年有风 风吹年年 捏住即暴富 我的比例是 比特币三分之一 以太坊三分之二 共参考 机构今天开了第一笔交易 目前还在持仓 持续关注后期表现 我也不想吹嘘 没有意义 第一笔交易已经盈利平仓了 这两天还在外面和朋友交流 下周群里正常解读复盘 昨天跟单的交易 全部盈利出局了 收益超过百分之百 目前看来问题不大 年年有风 风吹年年 漫漫及快快 好 这是之歌之前 大家34,000开的那个多单 相当于他在昨晚37,000的时候出掉了 这一单盈利的话 差不多3000点 很不错 明年1月份之前 智哥要把他那个账户翻仓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智哥最近的报单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Lancelot Lancelot之前让大家1520开多以太坊 大家记得吗 在11月8号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解读了 他让大家在1869那个地方 做多以太坊 又有多少人上车了呢 然后在昨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 他说 仍在关注ETH到1868的反应 所以我昨晚11点半的时候 他说 ETH处于区间高点 SOL的周报很美 SOL这个币也反弹了 又有又有多少小伙伴 听了Lancelot的上车了呢 不要怪我 我的视频中间都跟大家说过他的单子 是吧 然后今天凌晨的时候 他说 关注ETH对比特币 看其能否收复低点 大部分情况下 我都是利用现货 而不是利用杠杆 但在这种情况下 利用杠杆也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在高杠杆上有个多头 这些多头也会让你一败涂地 小心操作 所以我今天凌晨3点半的时候 他说 这里的BTC日线看起来相当有趣 许多HTF Diffs开始显现 而且我们有可能 在这根日线蜡烛上 扫过上个月的高点 我们将拭目以待收盘情况 如果以横盘方式收盘 我想我们可能会看到32.5K的跌幅 好 这是Lancelot的观点 今天日线收盘价 收盘到了36700 没有收那么低 Lancelot是我看到 全网第一个提出来 ETH对比特币的比例不对 要补涨的人 他在以太坊1520的时候 让大家做多以太坊 大家记得吗 前年的时候 他让大家在1860那个地方去做多 准确率确实很不错 不愧是大佬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Lancelot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科皮托之友金牌分析师 韭菜水饺 他在今天早上10点半的时候说 比特币依旧拿稳单多单 有一起开到的人设套保就行 虽然昨天插针 但一小时多头结构没有被破坏 35,000是短期多头的最终防守位 被打破的话 多头应该离场 在此之前 坚定的拿稳多单直冲39,000甚至到4开头 以太坊昨天1900很适合做多 也是从突破1930左右开始转强势 没做到没关系 接下来回调到这附近 财稳很适合再开一单多单 但即使没有 你也应该再突破站稳2150周线级别 知足互换位去追多 昨天暴跌时 有在聊天频道跟大家说 坚定拿着多单 至少目前看来是对的 好 这是韭菜水饺的观点 然后昨天晚上Marco也是让大家把多单拿着 是吧 目前我看科比托之友的金牌分析师中间这两个厉害 之前的M大佬不见了 这两个分析师的观点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纸盈哥 他昨天晚上10点半的时候说 人们询问BTC的最新情况 但却没有阅读每日报告 或者没有记住报告中写的内容 确认目标38000美元已被触及 空单已被触发 确认空头已获利 确认没有卖出任何币 仅将此空头视为对冲 如果BTC打破结构 我们将继续做空 并及时卖出等价物 相当于的话 纸盈哥让大家38000去开空哦 非常极限是吧 然后他说 看看之前让大家买的MATIC 很快就两倍了 好消息先生们 PEP全面突破上述区域 PEP成绩多日 如今全面爆发 果然27%的拉盘 相当于纸盈哥之前让大家买的PEP这个币 上涨了27%哦 然后他说 老实说做空应该绝对谨慎 趋势是朋友 除非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请记住这一点 38000点的空头是阻力位的空头 一旦市场决定抛售 就可以进入对冲交易 没有对冲交易能力 或没有太多经验的人 请保持仓位 然后他接着说 重要通知 撤销2100美元区域的空单 继续持有多单和现货 ETH在绝对恐惧的时候 你会列取最美丽的交易 事实上 ETH的现货多头交易已经上涨了33% 我们将继续追随他 暂时没有空单 然后MATIC涨了45%啊 他说 说点什么吧 45%的拉盘不到两周时间都达到了 相当于 止盈哥之前让大家0.6的时候买现货 昨天晚上最高已经0.84了 45%的涨幅 然后今天凌晨 比特币涨起来之后 他说 BTC立即将止损调到入场点 说点什么吧 先生们 相当于刚好涨到38000 止盈哥非常的浪 是吧 说他看得很准啊 在38000他开会空再吃下来 然后他接着说 短线快乐 现在是时候从山寨币中获利了结了 SUSHI PPE 现在还有MATIC部分获利了结 DOT比特币的空头也是如此 我们将优先关注 希望我们能看到更多的FUD 这对市场来说是健康的 34000美元的区域是第一个TP位置 的确 最佳决定是撤销ETH的空单 继续拿多单和现货 一旦我们看到以太坊强劲反弹 我们就会看到大规模的另类币反弹 接下来的几个月前景看好 好 这是指盈哥的观点啊 相当于的话 昨天晚上38000的时候 他让大家开空 比特币还有以太坊 但是他把以太坊的空单平掉了 他认为以太坊太强势了 是吧 用我视频开头的话 跟大家说的就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指盈哥最新的观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PTI一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多军的力量比空军要强哦 其实在趋制行情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 狗装无视爆仓图是吧 但是在平常盘整阶段的时候 爆仓图还是有用的哦 正然如果跌回36000的话 就会把这波开多的人全爆完 如果再跌回35000的话 就会把这波开多的人全爆完 希望狗装跌回去 再让我们大家一起上个车是吧 然后往上涨的话 涨到37800去 就会把大分开空的人全爆完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他们的价格是34300哦 庄家就是放马的 把他们放了一马是吧 带着他们一起起飞 前天晚上没把他们干掉 直接让他们吃了4000点啊 网上的话接近没有什么空军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同样啊 开多的人比开空的人要多 昨天都没怎么回调 在1900那个地方 还是有很多人追到多的哦 虽然比Lanser的爆的要晚 但是还是有小伙伴上车了是吧 1550很多人错过了 不知道以太坊1860的多单 又有多少人错过了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的全局爆完图 很好啊 1800那个地方的巨量多单很舒服啊 吃的饱饱的 空军已经被杀的没脾气了啊 这行情其实大佬们都说过 要就现货 空单的话只能短持 昨天空军最好的下车位 Daniel也提示大家了 好 今天的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VIP实时爆单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议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